大家好,我是公在地里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中国建交而没有与美国建交的国家 首先第一个国家就是位于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它的面积为91.64万平方公里 人口为2887.02万 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1835年6月30日 委内瑞拉与美国建交 不过在2019年1月23日又与美国断交 而在1974年6月28日 委内瑞拉与中国正式建交 第二个国家是叙利亚 叙利亚与西亚面积为18.5万平方公里 人口为1690.63万 它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1956年8月1日叙利亚与中国建交 1946年叙利亚与美国建交 不过在2012年的12月与美国断交 第三个国家是伊朗 伊朗位于西亚 面积为1648195平方公里 人口为8180.03万 它也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1971年8月16日 伊朗与中国建交 伊朗历史上与美国的关系不错 但是在1979年与美国断交 第四个国家是朝鲜 朝鲜位于东亚面积为12万2762平方公里 人口为2554.98万 朝鲜成立于1948年 1991年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 1949年10月6号与中国建交 不过一直没有与美国建交 第五个国家是西亚的巴勒斯坦 它是非联合国成员国 目前是联合国的观察员国 巴勒斯坦位于西亚 巴勒斯坦实际控制区人口约457万 面积比较小 而且一直与以色列冲突不断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中的火药笼 1988年11月20号 巴勒斯坦与中国建交 美国因为一直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是主权国家 所以一直拒绝建交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的分享内容 感兴趣的关注一下吧